现在很多年轻人都直呼自己的压力特别大 所以总是会去找各种各样的解压方式 所以才会出现一些好玩的解压工具 比如之前很多人都特别喜欢的巴克球 同样是一种不错的解压方式 作为一种磁力超强的小球 巴克球的确很有特点 也正是因为这种特性 才使得巴克球成为很多人特别喜欢的实验对象 就这样 巴克球作为主角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实验 在此之前曾经有人用巴克球做过一个头套 从外形看上去 这个头套的确个性十足 但是将头套放在头上之后 如果有磁铁慢慢靠近 在强大的吸引力之下 巴克球就会被全部洗走 好不容易做起来的头套就这样崩溃了 但是老外对巴克球的实验并没有到此为止 这次有人脑洞大开 居然想用五万颗巴克球自制地毯 不知道最终能不能成功吗 想要实验顺利进行 首先要准备五万颗巴克球 然后用工具将它们均匀分割 之后就开始在地板上将这些巴克球拼接到一起 但是因为数量确实太多了 小哥一个人根本就没办法完成 只能寻求朋友的帮助 几个伙伴一起努力 耗费了一天时间 总算是制成一块地毯 看到这样的结果 大家都相当佩服老外的努力和坚持 但是这番场景并没有维持太长时间 还没有多少人亲眼见证过这一奇迹 一位小哥就将一颗铁球放在地毯上不断翻滚 因为磁力之间的欺负作用 地毯瞬间就被破坏得惨不忍睹 真不知道小哥到底在想些什么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我 关注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